另外同岸节也受到昌宏台风的影响 防台工作从今天早上就开始 加强设备的固定 同时为了顾及游客安全 决定同岸节明天是休元一天 至于后天是否开园 将在台风过后 市园区的复原状况再来决定 中台昌宏毕竟 不过同岸节园区今天依旧是蓝天白云 人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游玩 丝好一点也不受台风的影响 面对昌宏可能清洗宜篮 主办单位从早上开始就陆续进行防台工作 强化设施固定 并且拆下园区外的布袭及广告物 而晚上大型机具进入全面施作 以避免设施遭受损坏 昌宏台风中度台风来袭 我们现在看它的方向 今天在晚上的时候 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些轻微的防台准备 今天晚上要看我们气象中心 我们有消防局主持的一些防台准备 到时候会宣布说到底明天要不要修缘 因为我们一般是跟整个县政府的发布讯息 我们会提早做准备因应 昌宏可能清洗宜篮 同岸节主办单位沿正以待持续关注台风动态 并为了顾及游客安全决定明天修缘一天 而后天是否开缘 将是园区灾后复原的情形再做决定 在明天的下午4点对外宣布 一旦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